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严重的一次 然而 前两次危机距离我们才仅仅十多年 2005年到2008年 发生了二战后第一次粮食危机 仅仅2007年就新增了750000的饥饿人口 玉米价格暴涨了两倍 大米大涨1.7倍 涨幅最小的小麦也达到了1.27倍 粮食危机仅仅两年后 第二次粮食危机再次爆发 不到半年时间 玉米和小麦价格就飙升了一半 豆类的价格涨幅也达到了惊人的48% 不幸的是 才过去11年 第三次粮食危机扑面而来 拜登趁着粮食危机的热度狠狠地蹭了一波流量 他公开对媒体说 俄乌战争引爆了粮食危机 显然 美国这是要甩锅俄罗斯 但是 经过疏离我们会发现 这次危机的最大赢家却不是俄方 俄罗斯反而是背锅侠 乌海港被赌1.俄乌战争只是粮食危机的导火索乌克兰 号称欧洲粮仓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后封锁了黑海海口 乌克兰自己人口不多 吃不完 想开仓放粮 但是运不出去 欧洲人只好挨饿 联合国立即出面找土耳其 俄罗斯不好得罪土耳其 乌克兰的粮食运输又恢复了正常 不过俄罗斯给的时间只有5个月 乌克兰希望再延长6个月 俄罗斯给自己经营乌克兰粮食找了一个理由 说乌克兰的粮食并没有达到需要粮食的国家 而是卖给了发达国家 当然 这只是俄罗斯拿得上台面的说法 真正的原因是 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俄罗斯自然会针对乌克兰 乌克兰粮食生产 水路不通就走路路 但是乌克兰周边的国家也是粮食出口国 统统不答应乌克兰过境往外运输粮食 他们巴不得乌克兰粮食运不出去 自己好多赚点 波兰最开始也不允许乌克兰过境卖粮 但是一想到俄罗斯同自己的深仇大恨 开了个口子 允许乌克兰粮食经过自己的领土往欧洲卖 但不能在波兰卖 乌克兰运粮问题才有所缓解 乌克兰对外主要出口小麦 但是出口量仅仅排名第六 而俄罗斯才是小麦出口的头号大国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卖不出去的时候 作为也是粮食出口大国的印度 却来了一个神操作 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 乌克兰农田 印度先停止了小麦出口 随后也叫停了棉花和糖等的出口 欧洲谴责印度故意哄抬粮价 莫迪解释说是温度过高导致粮食减产 随后 多个国家以印度为榜样 借口粮食减产降低了粮食出口 真的是粮食减产了吗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 俄乌战争爆发前两年 粮食产量增加了0.6亿吨和0.7亿吨 俄乌战争爆发这一年也增加了0.2亿吨 达到了28亿吨 如此大的产量分配到全球每个人头上 一年有700多斤 人均每天达到了1公斤左右 这个量已经吃不完了 很显然 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量不够 俄乌战争只是导火索 但肥厂 二 高粮价才是导致粮食危机的根本 既然全球粮食的供应量没有问题 那么就只能是粮价的问题了 半年时间不到 各种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了两成到五成以上 也就是说高粮价导致了粮食危机 粮食生产需要化肥 其中用量最大的是氮肥 但主要是从天然气当中提取的 去年3月初 拜登认为天然气价格太高了 直接禁运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 期货市场上 粮者应声暴跌 天然气供应量减小了 价格上涨了 氮肥的价格也应声狂飙 各种化肥价格的一路上涨 最终导致重粮成本上升 成本上升了 粮价自然得上涨 但是化肥在粮食生产的总成本中 所占的比重只是十分之一强一点 对于粮价的上涨 起不到主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粮价疯涨呢 拜登同意在全国使用生物燃料 无独有偶 到了4月份 拜登认为油价还是太高了 允许在美国全境销售使用生物燃油 拜登还特意去爱荷华州生物公司转悠了一圈 拜登讲话当天 期货市场上玉米价格一路飙升 因为玉米是制造生物燃油的主要原材料来源 据估算 只要石油的价格超过每桶60美元 用生物燃油取代石油就能够赚钱 通过对石油与玉米利年价格的相关性统计 也证明两者的价格成正相关 美国公司很早就掌握了用玉米生产生物燃油的技术 进入上个世纪下半夜 生产生物燃油变得有利可图起来 这些公司开始游说美国政府 玉米价格同原油价格成正相关 他们告诉美国政府 一旦生物燃油代替原油 能源控制这张王牌就仍然还掌握在美国手中 通过原油实现的美元霸权就不会被改变 美国听信了这些公司的说辞 不仅允许他们生产生物燃油 还给这些公司发放补贴 2006年 部分石油产出国开始同美国作对 美国加大了对生产生物燃油公司的补贴 因此 玉米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公司 据统计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玉米用来生产生物燃油了 大量的玉米被生物燃油公司消耗 是导致前两次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 进入2022年 原油期货占稳100美元大关 生产生物燃油能够获得高额利润 用来制造燃油的玉米更多 玉米只是其中之一的粮食 而导致粮食危机是所有粮食扑涨 虽然玉米被用来制造生物燃油后 小麦大豆等会因为填补这一缺口而涨价 但是所有粮食暴涨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2021年美国玉米流向分布 2020年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 人们对于物资短缺的恐慌日益加剧 全球的粮食价格开始缓慢上涨 俄乌战争的爆发 这种恐慌情绪高涨 粮价继续被推高 我们前面说过 从产量上来说 全球并不缺粮食 即使有一部分玉米被用于制造生物燃油了 就目前的产量来说 还不至于导致粮食危机 即使受俄乌战争影响 这个危机也不会太严重 而国际粮食组织言之凿凿的说 这次粮食危机是二战后最大的一次 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影响是最严重的一次 因此 本次粮食危机还有更大的推手存在 众所周知 粮食同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产品构成了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会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进行交易 全球一体化的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格局 美国相关政策的风吹草动会受到影响 乌克兰水电站大坝被炸现货与期货市场的商品价格 并不是由供需关系或者商品价值决定的 而是由心理预期决定的一些先知先觉的美国公司 开始做多粮食商品 他们认为为了提振美国经济 美国政府必然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说人话就是开动机器疯狂以美钞 美国后来果然让这些预先埋伏粮食商品做多的美国公司如愿以偿 继续加以美钞的预期越来越强烈 粮食现货和期货展开了一波波澜壮阔的暴涨 最近先后出现了乌克兰水电站大坝被炸和输安管道被炸 这就又增加了粮食价格上涨的预期 看来这场粮食危机将会愈演愈烈 乌克兰输安管道被炸 三谁是粮食危机的赢家对于粮价的管控 在美西方国家政府是不会干预的 一切都让市场来决定粮价的高低涨跌 如此一来高粮价带来的好处自然落入了那些全球粮食巨头的腰包 全球第一粮食巨头是邦级数百个粮厂遍布35个国家 以美国和巴西最多 其有料大豆和古物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大粮食巨头加急 不仅在畜勤肉类玉米饲料和面粉国际市场上拥有绝对话语权 拥有超过三家投资公司 在这一波粮食现货和期货大涨中赚了个杯满波满 加急的高管甚至出现在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当中 在我国的公司就多达27个 而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国家竟然达到了66个 在全球规模最大没有之一 全球粮食产业四大金刚 路易达福位列全球粮商巨头前三甲 不仅在世界各地卖玉米还拥有银行 该银行是法国的第五大行 其实力不可小觑 第四大巨头是ADM ADM主要从事油脂、黄豆、玉米和谷物加工 其中油脂和谷物的加工能力全球排名第一 此外ADM也从事面粉生产和谷物贸易 在本轮粮食危机中 ADM的营业收入刷新了120年以来的新高 当这些粮食巨头在大转特转的时候 世界上有些国家几乎九成的国家买不起粮食 最近正在闹内乱的苏丹 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竟然要拿出国家生产总值5%的钱来买粮食 同阿富汗和苏丹一样 被饥饿困扰的国家并非只有一个两个 其中 黎巴嫩的情况最为突出 全国上上下下 老老少少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 黎巴嫩货币疯狂贬值 黎巴嫩九成的粮食是从格乌买的 两个国家开打后 黎巴嫩的粮食就断供了 黎巴嫩政府立即请求美英澳家帮忙解决 这四个粮食巨头 要解决黎巴嫩的粮食问题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但是不敢收黎巴嫩的钱啊 他们的通胀率高达350% 谁愿意用粮食去换一堆废纸 严重的经济危机 导致黎巴嫩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2021年一直在100多亿美元徘徊 据估算 黎巴嫩每年需要进口8亿美元的粮食 这个比例已经占到了其外汇储备的5%以上 5%的比例似乎不高 但是黎巴嫩不是只缺粮食啊 可以说 黎巴嫩现在除了饥饿不缺 啥都缺 因此才有令人天旋地转的高通胀率 每天被饥饿折磨的黎巴嫩人民 有的人说 说得这么严重 我国的粮价不是一直稳如狗吗 再怎么严重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吧 其实 大家都知道 我国粮价的稳定 来源于政府每年都要采购大量的储备粮 这些储备粮在国内粮价上涨时 就会释放出来 凭一起价格继续上涨 我国对于粮食安全曾经有着切肤之痛 上个世纪50年代 我国发生了自然灾害 在无法取得外源的情况下 长达三年的灾害警醒了我国高层 从此采取了强大的粮食安全保障 首先是划定了18亿亩的基本粮地保障 这些地块只能够重粮食 因此 我国的粮食产量一直稳定的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世界第一 大家也许注意到最近农村在搞退林还耕 退草还耕 这说明以前大力提倡的绿化 以及影响到了基本农田保有量的安全 正当全球粮食危机之时 国家不得不从长计议 从2021年我国的粮食产量看 仅仅自产粮食就能够实现人均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